另外现在呢还有老师霸凌学生吗 这是呢新北市有一个国小老师 他被控诉说对班上的同学不当的管教 替罚学生 而且呢拿学生当清洁工的母亲的职业来做文章 让家长非常的受伤 甚至呢学生出现了自惨的情况 老师呢还冷言冷语的 连同科学校的老师呢也看不下去了 挺身帮学生来说话 老师一句句的伤害我 带着口罩新北市某国小黄姓家长 控诉一位已届退休的失信教师不当管教 甚至还羞辱他的职业 我这样做打扫的很辛苦 我告诉你你白做了 你以后不用做了 以后带着他一起去打扫 我亲眼目睹他不是甩巴掌 就是用棍子打学生的脚或手背 学校不相信 并说施老师是一位修行的居士 不会动手打学生 叫我保密 连同校客人教师都看不下去 挺身帮学生说话 教育部合理对待的黄姓学生 写信向教育局陈情 信中写到失信教师不但体罚 还甩学生耳光 学生受不了出现自惨行为 失信教师还说我帮你歌声一点 学生都受不了了 可是学校跟教育部的态度非常消极 学生做错事的时候 老师是有去拍打他 那学生有把手拿起来打 我们也移送教育局 教育局也合备下来了 黄姓学生转离原来的学校 不过还是寄了陈情信 给新北市长朱立伦 请他救救其他的学生 学生控诉老师体罚又言语羞辱 真相到底如何 教育单位该给个交代 中间新闻陈一帆 韩思柔台北创报道 优优独立正儿